妈妈的肚子大大的 要生弟弟了 喜不喜欢 喜欢 妈妈 你赶快生 现在就生 现在怎么生呢 还有两个月才会出来呢 糟了 我忘记把柴拉到厨房去了 到时候没得烧怎么行啊 动一下 妈妈 我们帮你搬 邵夫人 你陪小姐们 我来搬吧 没关系的 我已经搬得差不多了 谢谢你 快点吧 来 小心啊 糟了 老夫人怎么在 快点啊 怎么样 爱丽 你去吧 这还了得啊 不计较你偷汉子 你现在都谋害起亲生女儿来了 你讨打呀 不要打我爸爸 不许你打他 爱珠 爱珠爱丽 我说你 你都看不上 这一切 你这一切 你都看不上 你 知道吗 你 你打 那我 你这一切 你还要 你不怪我吗 奶奶 妈妈肚子大了 以后别再让她做这些粗活了 她肚子里有弟弟 做不动 奶奶 让妈妈回来跟我们住好不好 拜托了 奶奶 好不好吗 拜托 偷汉子如果都可以不用赶出门 那我也可以抱着儿子离开江家了 够了 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如果以后再替你们的妈妈求情 我就把你们的妈妈赶出江家去 友诚 春兰 带两个孙小姐回房间去 是 妈妈 爱祝阿里 你们乖乖的跟奶奶 还有阿姨回去 妈妈不是说过 以后不要让奶奶生气了吗 记不记得 乖 快走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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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之间的吵吵闹闹 她就连上瘟了 你根本没有 这种鬼 你们都是 蚊子 是 是 两个人 我根本就是 这种鬼 一个鸟 那是 他的 血 的 有一点 老夫人 请喝茶 这个午觉睡得舒坦吧 也就那么翻来覆去 难以生眠 张马 孙少爷呢 回老夫人 两位孙少爷刚睡下了 要不要抱来 老夫人 爱玲小姐这会儿醒着 要不就把她抱过来逗着玩吧 那就不用了 春兰 张马 今天用丽红打了秋秦 会不会太过分了 老夫人 我只是个奶妈 没什么见识 我 我说不上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春兰 你说呢 我 老夫人 您就别问我了 说假话的事 我做不来 说实话呢 又怕惹您不高兴 我还是不说得好 秋秦 这一点做得真成功啊 对你们来说 我也知道 丽红比秋秦 要娇贵得多 可是她毕竟 为我们江家 生了两个孙子 秋秦 做出这种措施 前功 不能抵后过 你看这一仓户的货 足够给你们银行 质押现金了吧 够了够了 到底是正规洋行 实力雄厚啊 六总 你看我这钱 是直接汇到你们 顺服洋行的账上 还是 就按老规矩办 我们顺服洋行 给你们银行 借了那么多的现金 到目前为止 利息少过了吗 那倒是没有啊 只是 我说廖总管 你看 上次所制结的钱啊 再加上这一次 恐怕就要超过 我们征信的额度了 黄经理 就是因为要抄贷 才叫你亲自跑一趟 来看看我们顺服洋行的实力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那成 我不为难你 我再另找一家银行 来做买卖 别别别 老总管不要着急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银行 一直跟顺服洋行做生意的 都这么多年了 要不 这样吧 我回去呢 就把钱汇过来 你看怎么样 好 那就找老规矩办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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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钱换了 这些人突然之处 了 我真是什么 不想做 东西 哎呀 你身上 你身上 我身上 你身上 你身上 我身上 你身上 你身上 再说了 我还能向秋情报仇 我可心满意足了